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克漢,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今天來分享最新的限時禮包馬 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隨時關於旭哥手遊攻略 那旭哥今天用小號來測試一下禮包馬 因為旭哥的主帳已經領過了 那旭哥在頻道也會有一個禮包馬專區 那邊有分享就是所有手遊的最新禮包馬 那包含這個烈火戰記 之前有分享過20組,23組還有一個兩組限時 那禮包馬有些都有奇效限制,大家看到就趕快使用 還有一個13組的是之前的最新的最早的啦 就是一直陸續有更新這樣 就是他有新的推出去就會更新 好那今天旭哥就用小號這個 第五符的這個來測試一下這個禮包馬 好那大家記得訂閱頻道隨時關於旭哥手遊攻略 禮包馬、禮品馬、兌換馬、遊戲區寶區 還有攻略以及初體驗 有馬五馬旭哥都提供給大家 那帳號很久沒用了 好那我們來使用這個禮包馬 首先要怎麼用呢 在這個人頭這邊 上方這個人頭點下來之後呢 左下角有個虛保馬 虛保馬我們這邊就來輸入 最新的這一組呢 現實的是 這組有點長喔 大家記一下 就是大家看的話應該不會忘記啦 就是跟旭哥一起輸入 5800 然後AD 然後93 然後FD 然後FA 再來是9 800AD 93 FD FA9 這可以拿到288鑽 再加上金幣以及新陳 好 那接下來呢 之前的禮包馬 旭哥也來測試一下可不可以用好了 因為這個帳號很久沒用了 我們來試試看 之前有分享過 KIM 然後CHIU KIMI KIMI 然後CHIU 打錯了 這個還可以用 150鑽2萬金幣 還有這個轉彈券 然後 WLD666 這個150鑽 然後2萬金幣 還有這個轉彈券 還可以用 然後這個 YUMI 這個也還可以用 所以很多都還是可以用 我來試試看其他的 HD 然後 666 因為這個帳號是小號 很久沒用了 150鑽 2萬金幣 轉彈券可以用 然後 MY 然後4666 這個也可以用 還可以用 XX 然後666 兩個X 然後666 這個也還可以用 那下一組 所以目前測試的很多都 我記得有些是失效了 SSR 然後888 有些是失效 這個也可以用 DW 然後666 這個也可以用 所以目前有些測試是還OK的 那我記得有些已經失效了 像什麼Happy Monday那個序哥有測試過 已經失效了 還有什麼Saga0723那個也失效了 好 這個都用用 獎勵0.0 這個帳號好久沒用 好啦不管了 我們回到主帳號吧 這邊你可以再返回登錄這邊可以切換 左上角這個伺服器你可以選 那序哥 最剛開始玩 一開服就完了 所以是在1服 那序哥 那序哥已經用過最新的這個 禮包馬 序哥現在戰力來到227 22k 227k 227k 這個是多少 22萬7千 22萬7千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裝備好了 因為之前有就是 頻道有朋友問這個裝備 我們來講一下 裝備的話其實有 通常都是 目前可以拿到的都是紫色的居多 紫色那紫色的話 通常都是給這個坦來裝這個最好的裝備 因為就是 它在前線蠻需要就是撐血量啊 還有就是防禦什麼的 所以坦目前坦用的裝備是最好的 那再來就是你的主力輸出 而且它這個裝備有些是 有限定的 像這個重裝甲的 它就只能裝重裝甲的裝備 那你就不能給輕甲或是負甲的裝 然後值得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裝備 像嗜血重甲呢 它有陣營加成 它對騎士聯盟的角色有 就是在加成 就是你穿戴之後呢 裝備屬性只有在buff30% 所以盡量就是給這個 騎士聯盟的角色裝 那像伊蓮娜就很明顯就是騎士聯盟 它這個左下角有寫 騎士聯盟 所以你這個 嗜血重甲呢 正義屬性那邊 騎士聯盟穿戴 英雄穿戴的時候 裝備屬性提升30% 所以就給這個伊蓮娜裝 是最適合的 它有些裝備是有限定的 像我看一下 像這個靴子也有 它對這個命運聖殿的這個角色 就是有加成30% 所以你要找命運聖殿 那剛好旭哥這個好像 沒有什麼命運聖殿角色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這個 裝備的強化的話 就是用一件強化 然後它這個經驗子 假如超過的話 它又返還給你 所以還好 那建議的話 先從紫色的先養起來 那藍色 綠色要不要養呢 基本 藍色的話要不要養呢 續哥前期是會養 後期就不建議了 因為會浪費錢 因為錢花了就GG了 那這個就是一件填充 它就幫你填充完 然後去了它就直接養起來 這個就變二級了 二級的話就是有再加成 比如說生命啊 然後攻擊還有閃避都會再加成 那你之前養過的裝備 比如說像續哥之前養過這個 看一下 把它脫掉好了 把它脫鞋子 脫衣服 好 那這個養過的話 你也可以丟給它養 就是這個 你看這個 三級的話 它這個經驗值就會加特別多 原本是從30 直接再加1150上來 所以你以前養過的裝備 也不會浪費 就是它可以當成經驗值 你看這個加值加100 這個一次加是加1150 所以就是還是有差 那你就是這樣養起來的話 就是很快 那後期養裝備其實蠻缺錢 比較可惜啊 所以就是 建議大家的裝備就是 養起來 藍色的話養起來 就是不用浪費 也可以拿去餵 就是紫色的裝備 慢慢把它餵上來也可以 或是你就是給一些二線腳 偶爾要用的裝備也可以 那續哥有時候會丟給二線腳 就是還沒 還沒特別練 就是拿來裝備這樣 那像有些就是有特別就是 像這個龍領的這個 這個我應該要給這個龍領的角色裝 我看一下 可以切換一下嗎 替換 這布甲嗎 不行它這個 輕甲 不能裝 所以它有時候有一些限制啊 就是說 它是部落啊或是什麼的 它會有加成這樣 它這個是議會 所以你要剛好符合它的加成也不一定可以 它這個龍領 龍領你要屬於這個 就是布甲 那因為像細顏的話 它又是輕甲 就很扯 因為細顏是龍領 但是是輕甲 就沒辦法符合 就是你的狀態都要符合才可以用 所以要特別去砍啦 那只有目前就是伊蓮娜感覺裝備是特別為它設計的 就是這些都是 呃 前期就可以用了 騎士聯盟這個 所以大家前期的話就是養伊蓮娜是沒有錯 因為裝備都是蠻符合的 它的這個屬性 還有就是它的陣營 好吧 那攻略又錄到這邊 所以大家前期的話先養伊蓮娜的裝備嘛 然後再養你的主力輸出啊 像是細顏啊 這個就是補式也養一下 像南西也是我主力在養的 好 那今天攻略錄到這邊 分享最近的禮包嘛 還有這個裝備的攻略 武器裝備的攻略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